今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全球旅游业遭受重创 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在疫情之下 澳大利亚的国家旅游业遭受巨大打击 澳大利亚旅游业的衰退 和中国游客的减少有很大的关系 据统计数据显示 最近两年 每年大约有140万名中国游客来到澳大利亚旅行 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中国游客的数量大大减少 此前曾一度暴跌78% 中国游客的减少 带来的是澳大利亚旅游收入的骤减 据报道 仅在今年7月 西澳大利亚旅游业就因为国际旅客的减少 而损失了1.93亿澳元 目前澳大利亚的经济 正陷入29年来的首次衰退 旅游业的不景气 对该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眼看着一个月的旅游损失就超9亿 澳大利亚终于坐不住了 开始想新招来拯救该国的旅游业 据澳洲财经建文10月26日报道 西澳大利亚州旅游局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 通过直播的方式吸引中国游客 为了吸引中国游客赴澳旅行 西澳大利亚旅游局聘请了位于博斯的旅游和教育咨询公司 LH Global 对包括罗特尼斯岛、弗里曼特尔和曼哲拉等多个旅游热点进行虚拟展示 并在中国相关旅游网站上进行直播 报道称 这场活动非常成功 前5集累计观看人数达到20万人次 这是该网站从前从未有过的记录 LH Global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克拉克也现身直播之中 他向人们展示了如何与代鼠字拍等 关于直播活动的策划灵感 克拉克表示 此举是为了让中国游客对富澳旅游保持向往 克拉克还表示 目前澳洲对于中国游客的旅游营销已经陷入困境 而对于西澳来说 这将是一个吸引中国游客的绝佳机遇 他认为这种直播不仅能保住当地的旅游人数 甚至还能从该国其他景点抢到更多的游客 报道指出 从2019到2020年的总消费额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西澳最大的客源国 为当地经济注入了2.84亿澳元 与前一年相比多了100万澳元 而同期来自英国和新加坡等其他主要市场的游客 在当地的消费额却暴跌了25%至35% 在新冠病毒迟迟未消失的情况下 国际旅游业的复苏也遥遥无期 因此西澳大利亚通过直播吸引中国游客 也不失为一个自救的好办法 不过今年以来 中澳关系不断紧张和恶化 不得不说 澳大利亚对中国游客的吸引正在不断下降 即便疫情过去了 可能到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也没那么多了